Hello,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交通工具頻道 我的頻道會拍巴士、港鐵 和一些微影的產品和玩具 有關的東西 那我今天呢 就又是拍Tiny了 那是關於九龍灣 德福廣場的Tiny那間店 那呢 就是 這部警察車 對了 這部是AM7395 Metro Benz Benz 好, 不止 還有這部 這部 免費穿梭 連接 那個機場快線的列車 哇, 真是好棒 這個呢, 就只有西九龍 還有這裡 我只是見過這幾間鋪 或者是微影鋪 有這一部的 穿梭巴士 所以呢 我是特地呢 我是不是特地去的 我是想買這部警車的時候呢 就突然間知道 咦, 為什麼有這部呢 那我就買咯 這樣啦 好 那我屎不宜遲 就拍了這部 對了, 那我剛剛說了 是AM7395 Metro Benz 然後呢 是香港 香港Police EOD 那就是 這部 44號的 那有Benz的那個 Logo Therlephone A467 680 對了 又是這個標誌 微影 微影 貼紙 對了 後面 79塊的 買便宜一點的 又是這裡 那些長程 好 那就介紹完啦 這部 那一間拆 跟著到 嘩 M02 我不知道MO2還是M02 對了, 我不知道 好 那我們 這裡 Toyota Coaster Hong Kong 微影 機場牌 MTR有關的 對 這裡 又是微影標誌 M02 或者MO2 我不知道 你們 好 我買最貴的 微影產品 G1 118 好貴 Toyota 那 那 車牌呢 我不知道 車牌就不知道 應該要拆開看 好 那我拆了這部 先 要給一點時間 久一點 我平時拆很煩 好煩 我覺得再擦一點 哇 鬼這麼難擦 哎,終於拆得開了 對,為什麼微影的東西拆得這麼難呢? 因為微影的東西好像是很貴的模型 防止被人拆開了 所以人家比較難拆開 但是如果人家用戒刀呢 如果人家都不介意盒爛它 可能就會很快拆得到 多 嘩 嘩 嘩 漂亮一點 拆開了又有什麼不同呢? 漂亮 嘩 嘩 這個 已經特定開了個洞給我 如果我是小偷 即時可以搶走 嘩,行了 如果我先拆這個 有多快 你看看 好了 嗯 好了 那我們就拆這個先 嘩 嘩 邊邊開口 我就是呢 不想弄壞盒 開盒的時候 嘩 厲害 這邊是尾巴 車牌 車牌 是VU3297 車牌是VU3297 車牌是VU3297 那個機場接駁巴士 Oh my gosh 嘩 H1 香港暫時那個 看都看不到 我先放眼 放眼 先放眼 關仔及金鐘 嘩 什麼機場接駁巴士 Oh 我還以為 嘩 不要以為 先看一看 嘩 嘩 好厲害 但是窗不穩 嘩 你看 沒有了 沒有了 先給招 對了 VU3297 Free Shuttle ToAirport Express Train 嘩 好像想脫掉 有幾個鏡 蛤 這樣嗎 嘩 兩個的 兩個的 人家 不要跳一下標誌 拆不開門 如果拆得開更好 好 好 好了 這部就趕完了 接著就趕警車 所以可以分兩集的 蠢人 傻人 嘩 怎麼擺的 嘩 擺到 好 OK OK 好 到這部了 對焦 對焦 嘩 等一下 車對焦 就可以了 盒子 沒有什麼好看 這部車才有 嘩 嘩 還要拿紙包 嘩 Oh my gosh 嘩 嘩 其實我也很喜歡留下 那些 那個眉影的紙 那我留下 這個很小的洞 有沒有洞 小洞 給我 剪開呢 所以在這裏撕 我經常都剪開 這麼傻 沒拍到呀 成功拆開不爛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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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了 喂呀 看看 爛開了 什麼事啊 是AM7395 Ambulance 前面那個AM呢 腳踏 拆不了 EOD24 拆不拆得開 開門 摺帳頭 那個 信號燈 咦 什麼來的 喂 開到門的呀 開到了 嘩 厲害 好難開 其實呢 我呢 已經想著呢 這樣整個東西在這裏 如果開門那些呢 整塊東西這樣 黏著在這裏 然後就打開給它 是了 是了 那呢 看完這條片 真是求啊你們 我想100訂閱 我現在才要82 81訂閱 加油呀 加油呀 幫一下手 好不好 好呢 你們認識Mr.Beast 認不認識呀 認識的話 我想做Mr.Beast 訂閱啦 快點好不好 求求你們 其實呢 其實我呢 都想直播 直播 但是很難才直播到 又要有那些規則呀 不是呀 文章才有規則 可能你們未必 未必知道啦 如果Youtuber 因為太久了 嘩 什麼來的 他給我一個車牌 我做什麼呀 他給我一個車牌 我喔 他給我一個車牌 我做什麼呀 敷了的 多謝了 敷了我會掉的 我不知道呀 我留他在這裏 好了 訂閱 Like and share to 你的朋友 請訂閱 各位市民 好了 請訂閱啦 真的 求求你們 我想100訂閱 求你們訂閱啦 拜託啦 靠你們啦 share share to your friends to subscribe my my video 我拍了很多靚車 對呀 很多呀 好了 今集就完了 拜拜